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要结婚了 可女人接到电话却并不开心 因为她早已将男闺蜜当成了准男友 顾佳曾以为 凌然永远只会属于自己一个人 他们青梅竹马 感情如胶似漆 年少时曾一起出国游玩 晚上还睡过同一个房间 甚至凌然收到异性的短信 顾佳都要煞有介事地盘问一番 可她从未想过 这在凌然眼中变成了有意思的表现 于是在29岁这年 凌然向她表白了 你说咱俩都快三十了 俗话说 或许是因为太熟悉 顾佳断然拒绝了凌然的表白 可她从未想过 她在多年后会无比后悔这个决定 世光疏忽而过 奋发图强的两人在各自行业 都有了不小的成就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顾佳对安定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只是身边的人迎来过往 在她眼中却都比不过凌然 她高达英俊 性格开朗 从小相识的二人之根之底 是在合适不过的老公人选 再加上凌然对她本就有情 在一起不过是水到去成的事 然而这天的一通电话 却彻底打碎了顾佳的幻想 这个消息像核弹一样 在顾佳的脑中爆炸 她浑浑噩噩地坐上去伦敦的飞机 满脑子都是这些年语凌然的点点滴滴 幸好旁边的乘客比较随和 这才没有引发祸事 顾佳就这样哭了一路 直到要下飞机见到凌然 她才调整好心态 装作没事人的样子 两人一见面就亲密地拥抱在一起 熟悉的感觉一如往昔 只是转头看到一旁等候的小女友时 顾佳的笑瞬间凝固了 介绍一下 她呢 又是我的温宫妻 萱萱 这就是我的好朋友 顾佳妥 我知道你是顾佳妃 很高兴见到你 见我顾佳就可以了 你的行李呢 出来太忙了 所以我好带了 那没关系 你明天可以穿我的衣服 只要你不嫌 看起来一点嫩就可以了 顾佳听了直在心中翻白眼 觉得对方是讽刺自己年龄大 而到了车上 萱萱更是一副小鸟依然的样子 对着灵然一顿夸 顾佳在后座心里发酸 毕竟在前三十年 灵然可是她准男友的存在 现在她就像是被抢了老公一样 无视自卫 而进了萱萱家后 顾佳才知道 她私自给自己准备了一套西服 是伴郎的 是专门被你准备的 我 伴郎 姐 灵然呢 一直跟我说 虽然她的父母去世的早 但是 你们俩就像亲兄妹一样 你是她唯一的亲人 所以 我就想要给她一个惊喜 但顾佳对此却不屑一顾 伴郎 我是来做新娘的 这才是我的意思吧 说着她戴上头纱 幻想着自己与凌然的婚礼 只是这白日梦很快被现实打破 萱萱家的别墅挤满宾客 都是来庆祝二人订婚的 只有顾佳搭拉着脸无所事事 她一直想要找个机会 和凌然好好谈谈 可一直忙到晚上 两人才有一点独处的时间 看凌然 看着曾经自己一句话 就能安前马后的凌然 如今连喝一杯酒都成了奢望 顾佳心中很无视滋味 她无比后果当初年少轻狂 竟轻率地拒绝了凌然的表白 将这么好的男人拱手相让 却不想第二天 凌然忙完婚礼蛋糕的准备 抽了一整个下午陪她 这让顾佳又有了信心 她想趁此机会 与凌然回忆往昔 或许能勾起旧情 却没想到对方一颗心都被萱萱沾满 无时无刻不再秀恩爱 够了 很恶心啊 一下我们相处 两人还是和从前一样 做着亲密举动 任旁人看都是一对般配的情侣 可只有顾佳知道 凌然心中的那一块 已经不再独属于自己 只是没想到在婚礼前 又出了一个小插曲 萱萱和凌然吵架了 理由是萱萱的父亲 想要凌然辞职 继承他们的家族企业 而作为凌然几十年的挚友 顾佳自然明白征结所在 凌然十分热爱记者事业 是不可能辞去工作的 但她并没有挑明 而是天忧家错了起来 你就直接跟她说 别人一天好业 她都要生气的话 那我们还有在一起的必要吗 萱萱傻乎乎的照做了 结果可想而知 她抱着顾佳大哭 担心凌然真的抛弃了自己 顾佳假装何事老前来劝说 实际在两人之间天忧家错 让凌然怒火越烧越旺 就当她怒气冲冲 要去取消婚礼时 顾佳还在装枪做事地劝说 哎呀别想 让我以为自己辛辛苦苦地 当我DBC的副主编 她有着跑 我这就可以连着安全感 没想到这句话 却点醒了凌然 两人光速抱在一起和好 受挫的顾佳来到酒吧买醉 然而清晨醒来时 身边却有一个陌生男人 还好男人足够绅士 并未动他分毫 而他也认出这人 正是那天飞机上偶遇的妮可 由于一夜的胡言乱语 尼克知晓了顾佳和凌然感情的来龙去脉 热心肠地表示要帮帮他 于是两人假扮情侣来到凌然面前 而这个突然出现的男友 也顺利引起了凌然的敌意 他拉着顾佳一顿圈说 让他不要随意和男人交往 但顾佳却冲耳不闻 与尼克亲密热舞 看着凌然一副担心的样子 顾佳心中暗爽 觉得对方还是在意自己的 可凌然字里行间透露的都是对家人的关心 害怕他所托飞而已 最终尼克坦白了两人的关系 并鼓励顾佳表白 至少最后不会留有遗憾 顾佳犹豫再三 还是将凌然约了出来 可凌然现在三句话不离喧喧 顾佳咽下心中的苦涩 此情此景 他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表白的话 而婚期就在明天 他几乎不抱任何希望 可没想到一觉醒来 事情迎来了新的转机 凌然和萱萱订婚的教堂被临时征用了 纵使在着急也没有转换的余地 而看着凌然上火的样子 顾佳极度地快要发狂 他口不择言指责萱萱并不爱她 如果真的想结婚又怎么会在意地点 没想到这句话却再次化解了两人的心结 萱萱表示虽然自己的梦想一直是在教堂举办婚礼 可为了凌然 他愿意妥协 不论在哪里都可以 而看着情比金尖的二人 顾佳终于打定主意放弃 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举办婚礼的好地点 正是29岁那年凌然向他表白过的地方 于是他决定成人之美 帮他们约下了场地 可不想婚礼当天 凌然偶然得知那天征用教堂的人 是陪顾佳演戏的尼克 于是将怒佛撒到了顾佳头上 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心急之下 顾佳也只能实话实说 将自己的这些年未能宣置于口的爱意 统统告诉了凌然 扑如其来的表白 打得凌然措手不及 盼着越靠越近的顾佳 凌然一把抱住了他 顾佳善然泪下 但这温情一幕却被轩轩撞见 以为被背叛的他飞奔着跑了出去 顾佳和凌然在身后狂追 终于在一个胡同口 顾佳堵住了轩轩 他坦然承认了一切 你知道吗 我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 特别讨厌你 你的天真 你这样无辜 卖萌 看着觉得特别恶心 可是在他的眼里 你就是宝 他一辈子想要保护的对象 而我 在他前里就是那个 最好的朋友 如果你不回去 你就要等成今天的我 这事凌然也找了过来 跪在地上向他求婚 婚礼如期进行 而看着最好的朋友迎娶他人 顾佳眼中满是苦涩 却也只能平静接受 毕竟 没有人会永远站在原地等你 再来临时就应该勇敢珍惜